地下10,994米 这是玛里亚纳海沟的底部 也是世界海洋最深的地方 最深处的水压比水面上的大1000倍 地下12,226米 俄罗斯科拉超深钻洞 这是苏联使徒凿穿地球地壳 进行地质考察的一个项目 经过大约20年的挖掘和实验 最终挖出了比海洋最深处还深的洞 但因为洞中的温度达到180度 钻探工具无法继续挖下去 这个钻洞自2008年以来处于废弃状态 洞口也被封掉 现在这个深度被一个叫Z44Cherio石油和天然气井超越了 这口井的深度有12,376米深 相当于把15个迪拜塔叠起来的高度 这口井目前是人类挖的最深的井 看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 人类花了这么多年 挖到了地下一万多米的深度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所占的地球表面之下是地壳 地壳的平均厚度是33千米 它的厚度可以在5-70千米间波动 而人类有史以来 钻出的最深的洞是12.3千米 地壳之下就是地脉 它的厚度将近2900千米 主要的成分是硅酸炎类的物质 地脉可以分为上地脉和下地脉 上地脉可以在此区分 上地脉的最外层是岩石圈 在这之后是软流层 下地脉一直延伸到地球的核心的外壳 地球外壳充满铁和镍两种重金属 大约2266千米后 温度在4000摄氏度到5700摄氏度之间变动 而最中心的是内核 一个球体 由铁镍合金组成 它的半径约为1200千米 是月亮大小的70% 温度阶级太阳表面的温度 内核以每年大约1毫米的速度成长着 而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都在这个小小一层地脉融融结晶的产物 地壳上生存 地壳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那么人类仅仅只是挖了一点点 短小的微不足道的距离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 关注我了解更多宇宙天文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